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唐朝长安 并且拜见了当时的唐朝高宗皇帝 他希望唐朝帮助他复国 并合盘托出自己的复国计划 唐高宗认为帮助比鲁斯复国 对大唐自身也有利 于是便把比鲁斯安顿下来 既然唐朝打算帮助比鲁斯 唐高宗便给了他很高礼遇 把他奉卑又无畏将军 还把一个郡主赐婚给他 从此比鲁斯感恩戴德 也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 并建立了波斯胡斯 此后 比鲁斯就在唐朝居住下来 后来唐朝封他魏波斯王 这时已是唐玄宗时期 唐朝正准备帮助比鲁斯复国 不料偏偏有出现了安史之乱 唐朝自身由胜转摔 此后再也无力帮助比鲁斯复国了安史之乱时期 比鲁斯跟唐朝皇帝逃到四处避难 后来一直留在四处 再也没离开过 唐朝没有能力帮助他复国 他自己更加没能力复国了 比鲁斯就这样郁郁不得志居住在四川 直到公元677年去世 贝鲁斯也算是个克死一厢的悲情英雄 尽管比鲁斯去世了 他也没能成功复国 但他却在四川地区生儿育女 留下了不少后裔 到晚唐时期 有两位比较有名的诗人 分别是李勋 李顺贤两兄妹 他们就是比鲁斯的后人 流淌着外国皇室血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来中国也改朝换代了 不过在四川的比鲁斯后裔却一直血脉 流传下来 他们都是心里的 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川地区 如果你有认识四川地区的朋友 他又恰好是心里的 那么很可能他是比鲁斯的后裔 身上来流淌着外国的皇室贵族血脉 这时 你就需要多跟他搞好关系了 说不定以后能借此飞黄腾达呢 哈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